今年是肖如松老师101岁名诞 同时也是肖如松艺术园区15周年 新竹县文化局从即日起到10月底 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要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肖如松老师的艺术世界 希望让所有的相亲或者从小朋友 就可以来体验这个艺术的美感 那我们这个如松讲堂会请四位李老师 来说明肖老师的艺术的一些美感的唱盘 那另外数学的部分 相亲或者是学生大小朋友来数学完成之后 我们也会在这边来展 就是当做15周年的展 园区规划室和不同年龄层的活动 像是美感艺术如松讲堂 松圆塑写园区15周年特展 以及小种子艺术体验营等等的活动 我们希望说可以邀请到全台的塑写大师 一同到园区来做一个园区的塑写 然后跟小老师致敬 为什么会用塑写这件事 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 小老师是一个塑写空力非常强的一个艺术家 他也经常坐火车或是步行到各地去塑写写神 所以我们今年用这样的方式来向小老师致敬 今年萧如松艺术节特别规划了萧如松画作喜爱的蓝色 在DIY活动中学习到萧老师的用色 还有画镜的创意 深入认识萧如松 增进对美的感受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